今天在這裏講講崇基,我當時在崇基的前面 但是首先我想講一句話,因為剛才聽回正校友的唱校歌 可以講回正校歌最後那一句對我影響十分深入,秉為真理之干誠 因為四十年來我始終不停的奮鬥都是為了真理 當然崇基和回正都是基督教的學校,我們都是講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受到這幾句話的感動深深 我們看我在崇基這麽多年來的關係 首先葉佩懷講了我父親和我兩個兄弟,我大哥和我弟弟都在崇基讀書 所以我們可以講一家四個人都是和我們這個崇基有密切的關係 我大哥以後果實,而且受到很多同學的幫忙,我特別受到感動 我1949年出生,其實我父親邱鎮英教授 是跟隨領導讓校長在山頭那時已經是一齊 領導讓校長是新界第一個博士幫聯合國做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將聯合國的支援中國的糧食在粵東派送 我父親幫他忙,以後跟了領導讓校長到香港 就繼續幫忙,以後他做校長,所以就跟了崇基教書 在崇基的經濟系,當然崇基開始的時候不是馬尿水 所以就需要去馬尿水買地,要建立這個整個校舍 當時馬尿水有很多村民,就反對買地給學校 剛好這些村民都是客客人,我家是客客人,而且姓邱 所以通過這個關係,我父親說服了他們,願意賣這些地 當時是西洋菜田,對我父親說 以後他們很多簽了去赤禮坪居住 所以當時馬尿水還未開發,要花很多工夫來開發 我父親的學生有很多,除了副元國何彭先生 我剛才知道這個樓先生都是我父親的學生 但一開始的時候就比較辛苦,因為這班學生同學 都是很多由大陸下來,根本就沒有任何資助 而生活都有困難,所以他們很多都半公讀 怎樣半公讀呢?有些甚至是幫學校去建校 就是幫忙將打石和搬運石頭,這些苦工 即是今日的學生不能想像的工作,他們會去做 可以見到當時真的可以說平手底足一起建校,不是一個普通的事情 所以我都很感動,有時他們會到我家來,大家跟我爸爸 講關於學問的事情 在這麼艱苦的情形之下,我父親和這些學生 其實談的事情大本是學術上的事情 這一點對我影響十分深刻的,因為當時實際上十分很困難的 一個教員的身水,我過了幾十年之後,大概十年前 我整理我父親留下來的所有遺物之間 我才發覺1957年,我父親一年的身水是兩千元房元 當時我們住的房子兩房一廳,需要一個月一百元的租金 剩下你還要給小孩子的讀書學規,吃飯的錢都沒有多少 但是在這樣的前期之下,我們家裡的學術氣氛仍然十分好 就是經常會討論學術的思想,到了吃飯的時間都繼續下去 所以我認為這種學術的氣氛影響到我今天 因為在這麼困難的時間以後,大家還會記得做學問 不僅止見到我父親和他的學生的交往,也見到我父親的朋友 錢穆先生和很多當時有這個國內桃拿下來的很多學者 他們的辛苦,他們的學習,精神十分值得苦 在最艱難的情形之下,仍然堅持他們的信念 所以我受到他的啟蒙開始 當然以後我父親去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但是在某個意義下也是對我有極大的激進和影響 因為由於他去世使得我更加堅強 當然受到我母親的影響很大 正如葉佩華說,在當年我父親去世之後 一家剩下八兄弟姊妹,仍然要繼續前進 基本上連讀書的能力都沒有,但是仍然能夠繼續下去 所以我很佩服我母親去我的教養支持 我中學在培政讀書 受到老師的啟蒙十多 我大概有和一些朋友講過 我在小學,沙田小學,沙田公立小學讀書 沙田公立小學讀書的時間 但是我讀書開頭很錯 後來就越散了 沙田公立小學一半年 連我媽媽都不知道 沙田公立小學和幾個小朋友一起在山上玩 去海邊玩啊,去海邊玩啊,這些事情都不是十分差的 但是因此最後那年讀書讀得不太好 考小的回考,緊以身免剛剛過 但是在最下面那幾行 但是因和得福,為什麼呢? 因爲,香港政府那一年就不夠錢 不夠學位,給小學生去入官校 所以它是最低那幾行的 就不入不到官校 但是可以去入私校 只要自己有辦法入到的話 就香港政府給錢,給了學金 那,我當時有些莫名其妙 我爸爸就帶著我到處走 結果去了培政 去了培政 我想培政當時都是MICCA 就是比較困難進去 我爸爸認識得 林彥峰先生 是林子豐的校長,秘書長 我可能講一些關係走了後門 那我都不太清楚 因爲當時我已經考試了 考完一輪試才能進去 他説無論如何我入了培政 可以算是我一世人的一個最重要的轉變 因爲由小學,沙田小學 什麼都不懂,入了培政 培政第一年我仍然是很冷靜 但是到第二年之後 受到培政的師長的分圖 由梁君偉先生 到幾個以後教數學的先生 尤其是這個 王日曉先生的分圖 使得我對數學有極大的興趣 而今天下午我見到 林英雄校長 我特別感動 因爲培政的老師們 對我們的期望 對我們的教育 實際是盡心盡力可以講的 當年我在培政也有很多好好的朋友 互相激勵之下 終於能夠對數學有極大的興趣 在這一段時間 由於我父親的去世 使我更加激勵 到了入中文大學的時間 我只考了兩個地方 因爲當時沒有能力出國 當時我很多朋友 很多中學同學他們有能力 去美國升學 去加拿大升學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我只考了兩個大學 一個中文大學 一個台灣大學 一個台灣大學 中文大學 其實我和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他是班上考得最好的 結果中文考得不是最好的 結果我的朋友 認識不到大學 認識不到大學 這個可以講一個很不幸的事情 因爲其實他的學問 可以是講第一樓的 而我也是謹以身免 這個中文 又 但是我考台大的時候 就考得最高分 所以可見每一個考試 會得到不同的標準 不同的答案 太大 因爲我考得很高分 給了我獎學金 四年的獎學金 還有給了機票給我 結果 因爲我家裡的緣故 我最後決定留在香港 因爲需要照顧家裡的事情 由於我父親的關係 因爲我父親和謝蘭丹教授相當熟悉 所以考了中大的時候 雖然成績不是特別好 就找了謝蘭丹先生 謝蘭丹先生說 沒問題 他擔保入崇基 你記得當時我們考了之後 之後要interview三個不同的學校 崇基 這個新雅和聯考 每間校要修練才行 連修都入了 所以跟謝蘭丹先生談了 然後入了崇基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接點 對我一生 因爲崇基 畢竟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對我來說 尤其我父親的淵源 同時我婆婆邱成玉 在那裏大學一年級 學中文系 所以我很幸運的 留在崇基 我從中學到了中學 這個畢業的時候 其實那個數目都不錯 但是到崇基第一年級 我才開始知道比較先進的學問 我當時對數有些事情覺得 始終解決不了 但是在大學一年級 跟周文先生談了一段 他很有熱情 當時大家都跟他年輕 就花了很多課外時間 跟我談一些問題 可能他自己都忘記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能夠解決很多 裏面的一些 能夠解決的思想 自從一入崇基以後 我對整個數學 有相當深入的了解開始 因此 這段時間對我一個很大的轉變 當時崇基是一個可以說 全部人加起來 我記得當時畢業典禮 或者大慶典 全部人站在大操場上 都是一千多人 全部人在那裏 很親切 尤其是大家同學 會經常有些交流 講一下自己 讀書的經驗 心得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一年班 我們讀這個 中節是這個 我覺得很有意思 其實 所以 我們一年班必修的學科 審 審宣人才教書 我覺得很有意思 當然 又讀了中文系的教書 種種不同的學科 當時很開明 種種事情 因為我讀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數學 我已經大概都知道一年班到二年班的學科主要內容 我想聽一下其他學科的老師的課程 所以我往往有些課我跟先生說 我說我不想收你的課 我不想聽你的課 因為我有祝福 有不同的課是在一起開的 我說帶我來考試 就聽你的課 我想不到當時的老師都受到開明 就容許我不聽他的課而來考試 運氣好就是基本上我都拿最高分考試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對我有相當大的信心 在這一段時間 第一年的時間 我已經學習了很少數學的學科的學問 中學和大學的圖書館相差很遠 所以在大學的圖書館看了很多書 但仍然是比較貧乏從美國來比 但是跟中學來比就已經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我和當時很多高年班的學生 和我們的老師都有很多來往 尤其是周杰倫先生 進步覺得很大 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那一年我哥哥三平年 我哥哥邱成玉那年是第二年 中文是第二年 突然之間就老化作得很厲害 要送醫院 我媽媽那時很緊張 因為我們其實就 我去世都沒有結論 所以基本上沒有錢 而需要送我哥哥入醫院 那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整個崇基的學生會 發動很多同學一起 來幫忙 當時大家都很真摯 和很真誠的一種感情 我覺得我對當年 這個學生會 他們的幫忙 我是很感激的 剛剛盧慧興先生 盧慧興女士 在崇基教體育科 他認識一個重要的 很出名的腦科醫生 又介紹了這個我幫你看 以後慢慢修復這麼多 所以我對盧慧興博士受到感激 而且他發覺我的家庭很頻繁 所以他介紹我去 去教我打太極 又叫我去教其他人打太極 所以我其實當年教我的太極 是不得我認為 但是為了賺了這些錢 我教了不少教授 包括張共謀教授 還有很多外國的教授 這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整個崇基大家庭的親情 就是大家會互相幫忙 不過第二年 沙拉夫教授 現在他多那麼多 他來崇基教書 他是對美國在Burker畢業 來中文學教書 我和他的關係相當允潔 因為在班上講的課 他剛剛畢業 他講的當然是比較先進有意思的學科 但是因為他剛剛畢業 他很多事情在上課的時候搞錯了 往往我幫他忙 但解決了他的問題 所以他很高興 甚至以後我們合寫了一本書 有一個lecture notes 就是關於唐長的 講的那些集題和那種問題 這一點我覺得是十分有意義的 因為第一次做這件事 而且大家老師都覺得很重要 很有意義 所以第一次學習 怎樣去比較創新的做一些事情 那這一段時間 還有很多老師幫了大忙 就是Dr.Bloody Bloody先生 我不知道崇基的不是素系的 但是他很貼接 他是美國人 他後來去了新加坡 去讀香港的教書 但是他將他自己當作中國人 他認為中國話是國語 不是廣東話 所以他教書堅持用國語廣話 他教書的方法十分獨特 我到現在都會受他的影響 他怎樣教書呢 他將一本中國出版的比較有名的一些教科書 就拿來叫每一個學生去找他的錯處 就每一次開堂的時候 就說第一章你要找到哪裏坐 假如你不懂得找到的話 他告訴你哪裏坐 然後你去解決怎樣修復 使到這個問題能夠解決 然後每個人要出去堂上講 他國語講 這個整個經驗 當時大家都很怕 因為要走上去講 而且要講書裡面的錯誤 但是這個經驗是十分 有十分好的經驗 因為為什麼呢 你知道書裡面不是全部正確的 而且你盡量會發文 盡量發文一些 你認為好像正確的 而事實上已經正確的事情 中間我得到很多好處 不過最後一大半的時間 都是我出去 我覺得 博士先生一次對我印象十分好 結果他將自己正在研究的一些題目 我們和他一起討論 結果每個星期花一個下午 在星期六號一起討論 所以中間這樣一年 我得到熟悉的先生們的合作 和討論是不少 當然創文章那時是做作家 他也有很多來往 但是主要的來往可能是逐此方面 在這幾年的功夫裏面 我亦遇到一個剛剛來的教授 Tanner Smith 以後做了系主任 Tanner Smith 剛剛來做系主任 他也對我不錯 我也是同樣的對付我 所以我說你的科我不聽了 就來考試 結果我考試那天遲到了半個小時 他仍然給我過關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我都很不錯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發覺有很多交流 對我好像表面上不是很重要 但是以後對我事實上有相當的影響 就Tanner Smith教授呢 他是學群倫 群倫當時是比較冷門的一個學科 那我跟他談了很多關於群倫的問題 我從來沒有想過做群倫 但是過了兩年之後 我在Burkery讀書做了一篇文章的時候 突然想起Tanner Smith跟我講的一些文章 我以後用到那些文章 得到一些相當重要的結果 所以我經常會記得 即使談談都會有好處 只要不是講一些無謂的事 所以在這幾年中大的老師們對我都相當欣賞 他們希望我 尤其是沙拉教授 希望我做一些去其他地方讀書 去比較好的地方讀書 尤其去美國讀書 但這一點當然花了很多功夫 都不能夠使得我做一些畢業 沙拉教授為了這件事 奔走很多我以後才知道 但是最後一位Burkery同意 不需要我畢業可以去讀書 研究生 我估計這件事 除了沙拉教授的朋友 是沙拉教授 Burkery的沙拉教授 幫忙之外 我以後的導師陳成先生 應該也有相當大的幫忙 也可以見到美國學校的比較靈活的作風 它認為某人是真人錯的 他們願意有一個不同的做法 我因此早一年離開崇基 離開中文大學去Burkery讀書 當然當時有很多 除了本系的教授以外 其他系的教授 好像張鴻鴻老師 他當時做教務長 他也十分幫忙 我對當時崇基他們的幫忙 我都很感激 當然有很多人說 我為何對中文大學不讓我畢業 好像覺得有點不公平 我覺得其實這個完全對我沒有任何影響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以後的成長 不做畢業 並不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我很感激當年幫我的先生 畢竟我在崇基買了個學士帽 雖然不在中文大學 我也是很文化的 所以我也覺得驕傲能夠在崇基不義 沙納先生前幾天見到他 他仍然是有當年一種很純 很pure 很純真的一種熱情 使得我仍然十分感覺 就是美國人對自己追尋的一種真 和一種信念是堅持下去的 過了四十年之後仍然這樣堅持 當然他有很多事情未必是正確的 但是他有這樣堅持的信念 我覺得是值得佩服的 總之你崇基你四十年以後 我回想當日崇基對我的幫忙 對我的成長的幫忙 我仍然覺得很有心的感情 所以聽話葉桂華講了我的對聯 這關於我當年畢業 當然五十年後